非洲豬瘟疫情延燒 尽管政府14号开始提高罚款 旅客违规攜带动物产品 最高罚到100万元 但民众似乎没在怕 16号查气量创新高 一天就有17名旅客企图闯关 防堵疫情入侵 立委17号要求交通部加强防治 不只是机场 还运跟港口管道都要严加查气 它不是只有旅客攜带而已 它连邮包都有 金门动物医院门口 收到邮包 指向都是密闭片 快递的封条还没有拆 才知道里面有这个香肠 中国做的香肠包裹 尤其是海关这一块 有请它特别加强 所以最近也抓了很多 那另外有一块是两岸定期航班的部分 我们也请航港局转告 这个CIQS这边来注意这一块 包裹的部分 加在邮政公司这边 我们也请它特别注意 尤其在静观 另外根据统计近十年来国道施工事故夺走43条人命 而在国道上辛苦执勤的国道警察100年到现在为了取缔或处理事故也累积造成5人死亡32人受伤 立委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上建议强化科技执法提升安全 交通部也指出将首度引进新型感应交通锥来警示 今年单单到11月为止总共有57万件相关的违规取缔的案件 增加到三位的国道 我们的警察弟兄丧失生命 我们现在也弄一个叫做交通队上面会有一个圈的感应设施 这意思说有车接近的时候 它可以感应这个让我知情的严谨知道有车接近 未来就是在高速公共快速的道路上面应该是以科技执法为主 交通部透露交通锥上加装感应装置 预计明年上半年在中部国道路段事半 只要有车撞倒交通锥就会发出警示灯光与声响 提供人员至少1到2秒反应时间提高安全保障 原事新闻喜顾迪弗兰立法院采访报导